还说有好多黄瓜 哪里有好多黄瓜吗 才栽的这三条 小丽 你怎么跑到我园里来了 新美嫂子 我不是在家里没有吃吗 我就到你园里来看一看了 你到我园里来看看就看看了 你干嘛要栽我的黄瓜呀 嫂子 听说你昨天送了好多黄瓜给别人 你怎么不送我两条呢 咱都我自己到你这里来栽了 我给的都是一件年龄大的 你这么年纪齐轻的 有手要脚的干嘛要我给呀 再说你没进入我同意 知道我园里来栽东西 你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你知道吧 嫂子 难以你做的那么严重哦 我不就栽了你几条黄瓜吗 怎么不严重啊 这个黄瓜我早上打的药的 打的药你不少说 我它被骑啦 你拿去超炯卷的 我自己进入我的 我本身之间的 你这是什么 我问我 我不会 你这么多了 我一直在想 你这么多了 我有一种 你强烯的人 我已经在地上 我问你 你不会 你不会 你 不会 诶 嫂子 怎么挖这么多土豆来啊 今天老师下雨 再不挖就要烂着地点了 哦 那正好等一下用土豆烧个肉子吧 可以了 那你把土豆拿去晒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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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viament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人家吃完饭 你帮我写桌牌子放个圆里去 干嘛要挂牌子啊 挂什么牌子啊 今天黄瓜里面我打了药 我怕有人不知道去摘黄瓜吃 写桌牌子要安全一点咯 不用吧 现在哪里还有人到 平安家的一些菜菜吃的 不管有没有 既然我们打了药 就应该写桌牌子提醒一下 还有礼花 以后路边的果子我们不要轻易去摘 因为别人有没有打药我们不知道的 是啊 不管平安家的东西多好 我们都不能离开 好啊 知道了